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晚投票决定为政府提供资金到今年12月初暂停联邦债务上限并向灾难重建和难民提供援助 民主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议员按照党派路线以220票对211票通过了这项议案 如果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的9月30日停止获得联邦资金的话联邦政府将面临关闭 这项法案现在已经交给国会的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当拜登总统即将通过老网的税收和支出计划增加更多债务的时候 他不会帮助政府上还在过去的债务 虽然暂停债务上限可以令政府履行已经承担的财政义务 但是共和党议员认为这个亦将会促进未来几个月出现的大量政府开支 李宗盛